哈喽大家好,我是佳额 你们最讨厌什么样的奇迹 人长大以后真的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奇迹 我小的时候最讨厌上门借钱和上门推销保险 保险皮这帮奇迹 但是我去年年底不是生病住院了吗 然后我就 经常观众我的人都知道 我这一年就是总出去玩 然后还发一些什么 人生本就是异常里程 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深夜鸡汤 然后网友们走在下边评论 说我赚到钱了 开始无病呻吟了 其实我就是有病了之后才有的感悟 感悟什么呢 除了身体的病痛 任何的痛苦都是三观带给你的 健康才是根基啊 他人之德不可视自己为师 不要盘不要笔 不要自己气自己 记住一句真言 莫生气 气得我了也是一根屁 但是我这次生病呢 真的就是长教训了 当时我记得我一共花了是 一万两千多块钱嘛 然后医保报了八千多 我自己掏了四千多 是就四千多已经很少了 但是你想想 总共一万多我出了三分之一 那要是十万二十万呢 以下的让你自费四五万 你不心疼啊 所以这次生病的经验我才明白了 医保是有目录限制的 有起伏线 封领线的限制 目录外的药品呢 都是需要自费的 目前药件军批准的药品呢 一共有十五万多种 但是呢 在医保目录里边可报的 就只有三千多种 像治疗中大疾病所需要的特效药 和创新药啊 医保都是不能保销的 都需要自讨药包 用头想都知道 只有医保肯定是不够的 这就是为什么13.3亿人有医保 医院里每天却还有 有人在留人和留钱之间做抉择 不开玩笑 真的应该把医疗保险这件事提倡日常 但是咱这个年龄 多少沾点反骨 总觉得说 哎呀保险买不明白 怕白花钱 但是像百万医疗险 保额几百万 保费却只有每个月的几十块钱 那几十块钱的话 不会负担不起了吧 但是几百万却是生病 不把积蓄全部给医院的底气 去年医改也提出了 国立商业医疗保险 来覆盖基本医疗 不予支付的这些费用 跟着大方向走 肯定是没有错的 像我研究了市面上 几种的这种百万医疗险 最后给自己买了 支付宝上的 好医保长期医疗旗舰版 400万的保额 像我30来岁 每个月的保费 只有26块8毛吧 百万医疗的坑呢 不少的 大家在选的时候呢 一定要擦两眼睛 不是说几百万的保额 就都是能报的 像保不保的住 就要看保的久不久 因为年龄越大的 举病率发病率越高 赔付率的就越高 很多百万医疗保障时间 是很短的 我买的这个是24年推出的 行业首款针对癌症 和11种心血管疾病 保证续保终身的百万医疗线 其他一般疾病保证续保是20年 费用高的病反而给兜住了 比那些只管6年10年的靠谱多了 赔付能力也是一流的 一元气培 癌症和11种心脑血管疾病呢 百分之百的比例报销 其他疾病呢 一万以上按百分之百比例报销 一般疾病呢 一万以下的按照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报销 覆盖了住院医疗 特殊门诊 门诊手术啥的 就大病兜得住 小病赔得了 我有个朋友之前买了一个坑 就是气培门槛是三万 我天哪 超过三万那部分才给赔 那根本就是用上嘛 百万医疗不好 就是有年龄和健康的限制 而且年龄越大越贵 趁着体检没问题 先给自己保一份 费用不高 少喝两杯咖啡就有了 你们也可以去支付宝上 搜索好医保期间版 自测下保费 有条件呢 给父母也保一份 保障这不就有了吗 反正谁也不想一场大病 四处求人 凑钱 委屈自己 还拖离家人的 生一场病呢 就是我才体会到了 人生无常 你要知道 人生的不讲道理 在于除了漫长的锤打 还有各种无常的暴击 生活工作中的磨练 可以克服 可身体上的考验 却从来不会跟你 打任何的招呼 没什么事 能做到万无一时 所以提前做准备 做防备吧 也别忘了 爱惜自己的身体 好好的善待自己 朋友们 来新疆看牛马了 跟你们这帮牛马不一样 你们内耗焦虑 他们自由自在 美拉德色系 他们叫温西系统 电脑屏幕 朋友们 必须的 太像了 温西系统 那一堆给他干啥呢 你们几个小丧失事的 给他干啥呢 现实版的羊群效应 你们可能 低头纳纳是为啥呀 哎 他们有那么奇怪呀 你们那两个在那 什么行为 我咋不懂的 凉快 这不洋贵呀 三心呐 妈妈笑一跳 姐妹你咋不打河串呢 咱说 你弄可能一群一群 那是快见 吃你吧 给你拉下来 只弄了笔墨进来 留的呢 嗯 吃了吗 朋友们 我实在是太喜欢小动物了 所谓出门不照相 等于没来一样 下面请欣赏 我刚出炉的照片 谢谢大家 谢谢欣赏 祝你长平百岁 生活愉快 再见 刚才那女的 脸都会贴到你扁头体上了 你们俩不亲她呀 咋的你他妈借过毒啊 你都看见了 那我不喜欢她呀 为啥呀 她太矮了 才一米五八 都没有我数据现场 哈哈 那你查数据现几个 嗯 主要她长得太正经了 让我无法躁动 妈啥年代了还演梦呢 你没看到她刚才背个喜马拉雅呀 啥 背个啥啊 喜马拉雅爱马仕包 什么眉毛蝶长俩蛋 你真的是只会眨眼不会看 那包一百来万 我都快都给你打听了 你知道不 人家主卧都三十一天呢 四层大别墅 你他妈买个双层蛋糕 你都得考虑考虑吧 现在你还觉得她矮吗 丑吗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他妈都偷味跟着你来的 我给你发多条信息 你看看 你的手机不行的话 你卖了你换个盆吧 你能不能换一个能接收到信息的手机 那那那那我先去找她 我给她当天狗 你都亏拉到我你 你都亲自给你自己绝育了 哎呦你妈 真是绝育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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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为何你的情侣中前下一句 为何我的心脖会死 明白到爱失去 一切都不对 我又为何偏偏希望你 我已是妇女 相爱自受罪 心底如鸡 满夫泪 狗一情与罪 但还是喝到一瓶 上背面前 眼又红 回来就开始慌慌干主持人的 这种就是吐了 但是你这个时候千万别膨胀 你写了话他吐了 我可以让他喝点 你别骄傲 他这时候能量槽属于是痛的 你这边属于是满门的 糟粒远点 你如果是坚守住了 你明天就不会成为群里的小照片了 我喝酒从来不吐 我都喝的是老台 舍不得吐 天天姐妹也没见你瘦啊 嗯 我昨天是为了生理健康 不是为了瘦 就像你天天上班 不也是为了打发时间吗 咋的你赚着钱了 你其实也不怕 就是脸有点大 咋的肉长胸 弄个屁股弄个就叫丰满 长脸上长胳膊上就不行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地狱骑士 自己婚人是毛 还老嫌弃别人是猴真的是 自己拿着胖列问了 还嫌弃别人有认辰文呢 真着信 哎呀你还真别瞧不起我 我马上说给你看 一个人连自己的体重都控不知了 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没有你能控制 你看你想胖就胖 想再胖还能再胖点 对不 好不容易爬到食物链的顶端呢 咱可不能减肥呀 不减 说得对 那我最近说你没看出来吗 你呢 肉就像到大海里的水似的 多一瓢少一瓢 能看出啥呀 哎呦你妈 你不是这样的管住嘴 卖开腿 那不就锻炼身体吗 不对 管住嘴 就是别让别人说你胖 那卖开腿呢 他再说你就催他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个品双十一给我们坑个费 你带不带 带带带带 啥样上发酱品吗 带那个雕刻墓碑 可以发酱 不是 我好像有包子那是你 苦啊 还行 发酱品 发酱品写这名啊 你疯了你 都结呀 他给坑个费啊 给你刨坑吧 给你坑位费 给你发坑里头去 那是药品赠你吧 那大火 这玩意是啥呀 都这么贵 卖五千多呀 奢侈品呢 皮草啊 皮草 是雕吗 不是雕啊 不是 它是羊毛 皮毛一提啊 羊毛 那老雕 一家三口的 一户口本的命 都给你高一件衣服上 都卖不上八千 你羊理个发 退个毛 卖五千多的衣裳 那咋的高分量 给你买房呢 你这么死命 推他家这玩意啊 都不是好看吗 今年流行啊 但是五千多贵吗 不贵 快能买你命了 这个0.06毫米 超饱不干燥 什么火烂之吃 特别的舒服 而且就是这款隐线镜 它是什么 很多呢 不营养啊 买房的那些套路化 啥房的那些套路化 人家说了 这叫生态奢华 哎呦 就是边咖喇地方 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儿的 说白啥呢 就是背靠包米地 面向安全园 安全园是啥 一样的自个查查 就开发上那一问话数 这就是 老城区就叫传承千万人卖了 远离市区就叫生态奢华了 起个洋名就叫欧市 起个中文名就叫古典 又大又贵的就告你是府邸 又小又贵的就告你是豪宅 然后金庄熊就要给你个五星级的甲 毛皮就叫创意空间 太有财了 你可瞧不起我了啊 我按揭还不行吗 现在不是按揭 听说能戴五十年了 戴五十年你 你能活五十年吗 啥叫按揭呀 按揭就是把你按在地上 一层一层的揭 有道理 你能不能别总过分解读啊 你不是你说的吗 万家灯火总会有一张吗 总有一张被你点亮 那租房那不也挺亮的吗 我来住家都得买面打鼓给他 哎呀真老的 你看他怎么这样 我小时候不就喜欢吃串菜吗 我爸就在我老家给我开了个串菜馆 然后后来我上一校的 就啥专业吧都还行 就唯独的声乐吧 就学不好唱歌跑调了 完了之后我爸一见 就给我家老家给我开了KTV 一见面子 然后时候我大学到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爸就给我在那个 沈阳混合边上 给我买了个三百多瓶的 那个大平常 顺庄修 花了一千来万 结果他妈第二天 房价就跌了 哎妈自家给我哭的呢 都给我哭醒了 哭醒了一发现 根本就买不起 那不行 你说我是继续哭呢 还是继续哭呢 哈哈哈 你房子掉价了 那不是还有KTV和饭店吗 啥呀 做梦做梦的呢 啊 从打小那个饭店你就开始做梦了 啊 一千万的房子你买不起吗 你没事吧 我有命啊 过啥呀 啊 因为限购是吧 好多地方都取消了限购 韩州不是也快了吗 别着急啊 限购了 这就好比是啥 我都饿得快拉不出降来了 哎呀把大夫还给我开歇药呢 哈哈哈 你说为什么现在结婚一定要买房子呀 不一定非得买呀 但是你得买 嗯 为啥 你看啊 蜗牛和啤梯虫 啊 为什么蜗牛看着就挺可爱的 而啤梯虫就看着让你特别的恶心 为啥呢 这就是有房和没房的区别 哎 你要是 没有物质 就会凸显你的丑陋 你要是有物质了 就是 丑的吧 就 没那么明显 再掉一掉我就买了 我的妈妈 你要现在能买吧 你就都爱你自己买吧 那早买不早享受 对不对 那人生三大错节 他爱你 股票会涨 房价会跌 那会跌吗 你就算是跌了 你也是为银行打一辈子工 那不跌的话 就是为开发商打一辈子工 反正总归这辈子都打工的命 有啥可惜有点 跟你聊天怎么那么压抑呢 那有啥压抑的 这不都大实话吗 那万家灯火总得有一展为你点亮吗 那你现在还属于触黑阴影 哎呦我怎么就却黑了 哎呦 嘿嘿嘿嘿嘿嘿 太阳没下山就是烧烤啊 你去的早上都赶上头颅了 来点他腰子 枪不好装再好的子弹有啥用 吃完之后你就能当第一个史上 点个对象都没有 你懂啥 我最早先准备起来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 你也没有机会 你准备那么臭愣干啥呀 哈哈哈哈 那小姑娘难道不知道需要维修的 不如那开发不久的 老么咖啡老做的春秋大梦 普通人也要存100万实在是太难了 这有啥难的 不就是不能吃苦吗 多了几分兼职 白天上班 晚上送外卖那个做代价啥的 那你用百万不是很轻松吗 说少了 那用不上一个月就得自产过亿 张张都是女皇大帝 哈哈 那你咋不去呢 白天上班晚上上班 没等年入百万呢 就得年底大半针 然后数据赔百万 确实能 确实能 有多能想存100万需要多久不 一个月 一万块钱工资的话不吃不喝 八年半呗 那也不能啊 晚点啊 一个月三千块钱工资 却觉得一百万是小钱的人 是什么人 你本人 我月薪三千是因为一个月只有三十天 那如果一个月有100天 那我的月薪将高达一万 你没事吧 你可真厉害 你没有厌实证 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画影啊 你不懂 这叫乾坤未定 你我接是黑马 哎呦我的妈呀 还乾坤未定 你我接是黑马 你那叫闹钟音响 你我接是牛马 哎呦你妈 要不说人呢 你在上街的时候 他自己都给认袭了 你这是啥呀 你这穿的 你不是穿搭博主吗 你这也太土了吧 这叫雅俗共赏 你懂啥呀 下里巴人 不是羽绒服买不起 而是军大衣更有限 性价比 龙龙 说得对 顺囊啊 我签着你 我签着你 我这不说它是什么牌子了 不太好 大姨进来 装笔秋秋的 我说辛苦了 我说大把手吧 哎 告我不要 你别碰 有没有衣服架子 给我准备一个 我说不好意思啊 我说我们的咖啡有点小 我说你看你放在咖啡 我就挑就完了 往我过去就要拿 他拿 他不要碰啊 我拿一件处来 给我看 那衣服啊 脖子毛领 袖子毛领 就那衣服穿那 就赶上cosplay 做啥牛了 就那 穿那衣服上长白山 在溜的一圈去 走进科学能拍三集 往我说 我说大部分你的衣服不行啊 就我的意思吧 是跟我们的风格不搭 这句话说出来 完了炸了 你说我衣服不行 那我们好多都明星 都穿我们那款 你居然说我们不行 我跟你讲 我正常都不跟你这种 咖啡的人合作 哼 我说那个 我没让你来啊 我咖啡 我说我什么咖啡啊 那可能是人家的东西 太高端了 就算那咱低调点吧 嗯 对 然后 边续都边给人拿 我们一年都做 一个亿两个亿 我心形化了 一个亿两个亿 就这品质啊 牛粪就是牛粪 你在上锅蒸 它也变不成香菇菇 但是毕竟来者是客 是不是啊 我就憋了 然后你就像老太太那样 一个就续续绕绕 没见过你们 这么没有品位的 我们只做高端 不做低端 我们时代是受不了了 他口气比我狡气都大 我说有叫无泪 我说服务不分群体 咱们吧 总是为人家服务的 我说你就别说 行不行 我说你要是好好 咱俩要能烙 你就好好做 跟咱俩好好谈 你要不能烙你走就把事 但是我没让你来 对不对 你说你非得要上 杭州来办事呢 你一定要来 整个好像我高攀你 把这一句话说完 就更崩溃了 因为他没有理 咱确实没让他来 告诉我 我们合作这么多 真是没见过 没见过你们这样的 我说那你见识浅薄了 妈你太没素质了 我说妈呀素质分对谁 是不是 我说你这么爱装 你别做衣服了 你干脆做内裤就得了呗 说 伎俩 我告诉你 这是在杭州 我说妈呀 我说我没有IP定位 用你来提醒我 我说你抓州的时候 抓的是千米盒 笔都要你装走了 哪个村里的租 我这么膨胀了 还吓唬我 这是在杭州 你来之前 你没做工业吗 你给我整那社会上那厨 非著名的人民学家 曾经说过 也许你很牛逼 但是咱们未必屌你 是吧 谁说呢 我说 你个老家方圆五公里 狗见了你都不咬你 就这关于王 你都没问明白呢 你还想上广州去发展去了呢 你就消停稳单 那个鹅了 人要走通舒服势圈 我成是男的 二是男的小的 你不知道啊 妈那你胆胆怎么看了粉级呢 你们和鸡脱好呢 妈那你需要啥呀 哎 两年前啊 买个车 说干弟弟 两年 哎 净剩他们 六万五千块钱 今年 头两家他那车 降价七万 这里外比相当于大五千 哎呀 别管我了行吗 没关系 要我俩唠嗑那谁管你了 那你唠嗑到点别的 这么好的素材 干啥不能唠啊 不止唠呢 妈还得穿网上去呢 他买一路月啊 那啥意思啊 不是就过了七天就不管了吧 那等的是我们自己 哎妈你们可真会做生意真的 咋了姐 上个月买电暖器 一个月就坏了 我跟客服说 我说那个我家电暖器坏了 他说的是男自己惹坏的 说过了七天无理由了 不能给退换了 那咋办呢 你这么呢 你上那个他店铺给我再买一个 啊 这张这么不好还买它 干啥呀 他不是七天无理由吗 到货了之后 把这坏的 退给他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我俩在一起以后呢 我希望你能做全直态的 我不太喜欢我的老婆出去抛头露面 不是 你这个好像考虑的有点太长远了 不长远 两个人在一起了呀 肯定面对这个事儿 这家里的洗衣做饭带娃呀 总要我一个人料理 哎呦人的冒昧的问一句呃 您的收入是 七万多 加年级奖金哪 有七二五千块钱吧 年薪呢 对呀 那合着一个月就六千多块钱 对呀 我给家全职啊 咱俩和西北方向 我父母每个月还能补一天一些 还有你爹妈呢呀 不是打住 我想一口大年谈 吐你脸上给你敷个面膜 啊 啊啥呀 合着我上你家看你去啃老去啊 我俩就为了满足你的一起私欲 疯狂的吸食两家老人的血呀 不再说了 啥年代呀 还女人不能出去泡头露面去 那你养个老母猪个家多好啊 能过就过过不了还能杀汁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还有更难听的我还没说呢 我不知道你爸妈后没后悔制造出你这个伪劣产品 我估计是不一定能有售后了 要不我后天帮他们修理修理你吧 上次见你了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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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